语言翻第三章第五节 耶稣说我实实在在地告诉你 人若不是从水或圣灵生的 就不能进神的国 记住我说的每一点都跟痛有关 就如我所说人生最大的推动力是怕痛 如果你不懂得动用这东西的话 你的潜意识不会参与进来 一起帮你抖震你的黑暗 所以第三点就是将所有阻碍你改正的东西 完全下去 因为我们讲的第二点 其实自尊心可以说排第一 是我们现在 因为我已经是一个五十六岁的人 所以在我们三五十岁的人来说 自尊心会真的很强 尤其是对一些背叛期的年轻人 他们的自尊心也是那段时间特别强的 就是背叛期那时候 通常碰了钉之后 自尊心才弱回 然后年纪大 又会再强回 这是基本上我们 心理历程当中常用咬咬的问题 所以背叛期其实最强就是自尊心 没有很多事 和父母发生冲突 原因都是因为背叛期 他自尊心觉得没面子 你还当我是小孩子 那些 但直至他发觉 这种自尊心 导致他碰钉碰到 焦头烂牙烂 他就修炼了 直至他出来社会做事的时候 慢慢培养出来 所以自尊心为何我们排第二点 要处理 因为自尊心通常是最明显 佔了你可以说五成 你人生当中 使得你不能够对付你的黑暗 都是自尊心 但是除了自尊心之外 没有其他东西 是阻碍你去改正的 所以第三点就是不要让任何东西 去阻碍你的改正 为什么呢 因为其实通常 我们建立一个有效的习惯 或者甚至通常正视你自己的黑暗 其实是很简单是很容易的 其实那样东西复杂 是因为他旁边所产生很多支折 换句话说 除了自尊心 有时是我们自己本身的身份 是阻碍了我们的改正 比如举个例 你是一个牧师 今个星期在台上 哇 真是很风光 很劲 很有权能的 去讲出一个真理 但是一落台 你发觉 有人跟你说 牧师 你说错了 其实那样东西你没有查过 其实应该这样 或者牧师 你看那个新闻 是假的 人家拿上网玩的 就是你当保 去说 什么名字 你的身份 是容易阻止你 不正视你的问题 大家都知道 如果入华的话 我下星期就想去说 我告诉你 错了 我面蒙蒙 我自己没有详细研究 所以这个就是为何我自己通常 一人分享 一人分享之前 我会很详细研究 而实际上 感谢主 以前来说的工作量大到 是很难想象的 所以以前分享 通常的缓慢程度 不够得现在这么快 是因为多了资料员 很帮我 将一些错误的资料 是糾正 虽然那个糾正是很细微 但是很多年后人 真的听回你的错误 真是很惨的 但是有些更惨 就是说他差到 这个星期说 下台就已经知道错了 但问题有时是 我们的身份 阻碍我们去改正 所以无论什么阻碍 你去改正 那个可能是你的身份 甚至是时机 所谓的时机 不是那么好 因为你觉得 让人丢探了 你没有那么面蒙 或者让人忘记了一件事 就不了了之 很多时候人们就等那个时机 所以无论是本身 你自己的身份 时机 或者因为你的家庭 你的文化 或者甚至你的 任何东西 任何东西 阻碍你去改正的话 或者甚至 阻碍你延迟的话 你都拿开那样东西 因为其实原来 处理黑暗 你决绝就很简单 你决断去解决就可以了 但是其实原来 有很多旁枝的东西 随着你连多长大的 去标出 而那样东西 才会融中了 或者栽种了 或者保护了 那个黑暗 而多个阶段 他长大多的阶段 是人家已经连你身边的人 憎恨了你身上的黑暗 所以你一定要处理 因为原来 黑暗能够有机会成长 是因为我们为他制造 一个非常好的成长空间 就像我们所说的 关于神的话语 神的恩高 你一定要为他制造一个 好的成长空间 我们说了很多年 你一定要懂得 有一个好的心田 你应该就野思想成的 你要绝对建立你的信心 你懂得不断去锻炼 藏福又藏福 我们用很多方法 好像栽种一棵树 去栽种我们的信心 用我们的心田 但同样的信心 你知道 一样你的黑暗 都是有很多理由 是旁枝的理由来的 是导致你的黑暗可以生存 如果你能够懂得开通一下 例如举个例子 可能其中一件 原来你没有一个好的灵修疾患 而换句话说 你的黑暗怎么处理 因为你 换句话说 黑暗 你不开个窗出来 光明怎么进入去 你仍然是黑暗 所以换句话说 究竟什么是使得你的改正是缓慢的呢 什么是制止了你去改正的呢 那些你一定要尽量挪开 譬如如我所说 你没有一个好的灵修身 或者甚至你根本没有一群好的记忆图 在你身边 我们说不是的 因为我回的第一间教会 是世上最好的 不过我面懵懵 我那时候想着 没有面子见他们 我们就走了 那你就回去 对不对 就算死也要死回去 你知不知道 我只是说这些 就是你自己无故地去搞些东西 去把你人生当最大的助力拿走 既然是你最大的助力的话 你只要你做了一世 你都没有可能取代他的存在 所以你一定要懂得 你有任何东西去阻止你去驱走黑暗的话 你要即时把那样东西挪开 不管那样东西是你之前做错的事 或者是你之前做过的事 或者现在你有的这些处境 任何东西你要即时挪走它 如果不是的话 你根本都是拉脚战 和你的黑暗都是拉脚战 你注定是一个失败 因为如我所说 黑暗成长是需要有环境 是需要有很多条件 但问题是 你继续维护着那些条件的话 你黑暗就继续成长了 明白吗 通常我跟别人去辅导的时候 当然不会讲得那么精湛 讲得那么有智慧 我通常会有些人蠢得很重要 你真的要跟别人说 你转一份工 你不要这样做 或者你转一间教会 诸如此类 教这些 他能够做到就做 有时为何要教得这么 真的 以提面命 戴着好像拔着的耳朵 他做 因为连我说的那些 他都在挣扎 他都不想做 所以那些一定会放弃 因为 我只是提议他开始 最后他不自动自觉 这个黑暗都会存在 所以有些人以前 叫他回教会 固定回教会 他都好像要去死 你跟他说的时候 他会回一两个星期 然后有几个月不见了 那些人 你想要如何处理自己的黑暗 所以我通常不会理那些人 但问题 我有时间的时候我会理他 但问题 我有更好 更重要的工作 我就会花时间做其他 因为有些人自己 不知道辅导 只不过是帮他 提议他 用简单的方法 起步 但真正奔跑 始终是他自动自觉的用 他自己不懂得 自己去处理这些黑暗 是不行的 所以通常辅导的时候 就会简单教这些东西 教他们能够起步 不能够取代替他 过他自己的人生 是不可以的 所以就如我所说 第三就是 我们要理解这个事实 和找出什么 是导致到 我们为了黑暗 制造成像空间 这个无论是因为 我们自己为自己 制造出来的处境 又或者甚至 我们自己为自己 制造出来的生活习惯 每一样东西 我们要懂得 去处理它 去挪开它 才行 耶稣说 我实实在在的 告诉你 人若不是从水和 圣灵生的 就不能进神的觉 而我心不需要振折 我决定永远爱他 没发现 泪在深索街坊润 人活着在世不迟 但我今因我主活 我这生不问困难代价 爱他不管有多难 爱他自真不虚价 面具河夜冷风 终经冬日燕香 我欠尽情依旧灯 我欠尽情依旧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